今年6月以来 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出现6次强降雨过程 截至7月8日早晨 长江流域平均降雨量为346.9毫米 为1961年以来第二多 7月4日至7日 长江中下游干流沿线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湖北西水和黄梅 江西九江县和新建等4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 11个国家气象观测站突破7月极值 7月8日 浙江省西安江水库千岛湖开启全部9个泄洪闸孔泄洪 这也是该水库建成61年来首次打开全部泄洪闸 预计8至10日贵州至江南等地仍有强降雨 11日起 竹雨带江北台至四川盆地 黄淮 江淮等地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博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